? 你好, 有甚麼可以幫你呢? 請問還有靈位嗎? 什麼? 我是問還有沒有房間? 有, 你要幾間房間呢? 就實在一間好了 一間? 嗯 你這聲音更熟 你是大坤哥 我當成這個樣子, 你還能認得我? 給你身份證來登記 好, 身份證 隨便吧, 反正都差不多要註銷了 好了嗎?我時間不多了 你的身份證? 哪個黃金? 203 極賴 你真是你 昆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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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 這麼快又大駕光流 是呀… 真是這麼好關照 說實話, 今次打算在這裡住多久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了 不是呀, 住多久自己也不知道 又跟我們玩些沒力量 你喜歡這麼說就這麼說 昆少, 你沒甚麼? 其實要買甚麼 就是我在外面租的那個房子到處了 房東不肯跟我續約 我一時找不到地方住 只好到你們這裡來死 是嗎? 到你們這裡暫時過渡一下 原來是這樣吧? 你怎麼這麼煩呢? 是呀 你這樣就在這裡住 住多久都沒問題 最多給你一個折頭 是呀 對了, 昆少 說實話, 沒見你一陣子 肯定撈到風山水氣了, 是嗎? 對 我確實做了很多大事情 是呀 前段時間我躺了一個投資人 他要幫我拍一部商業大片 然後去競爭奧斯卡 就算拿不到奧斯卡 也要拿到金貓金狗金狗熊 厲害了 你也不知道 最近的大導演也沒甚麼動靜 那你不是更厲害的那些大導演 這算甚麼 我還要完成一個創舉 那就是擔任承受熱氣球 飛越喜馬拉雅山 創一個新的世界紀錄 我們真是 受精工吊頸嚴命牆 不是 那些好東西好東西 夠喝 這還不單止 我還要做慈喪事業 我要成立一個基金 然後蓋十個希望小學 二十個孤兒院 三十個養老院 我… 行… 行了… 說實話你哀哀哀哀哀說了這麼多 那個好行性有多高 是呀 到時候就說天下無敵 做就有心無力了 我分得要做 可是要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我這些事情 就成為我外境的事業 人生苦短 喂… 老馬了 糟了 究竟甚麼事 快笑… 你沒甚麼不妥 沒事… 你們不用管我 讓我安靜一下就好 不是… 大哥,你先說一句 如果你有甚麼事 你也要通知我們 你千萬別在這裡 你真是走不出去 你放心 我會通知你的 你… 不…我意思是說 我現在很累想睡個覺 兩位可不可以先出去 那…沒有醒 跟著你頭吧 謝謝你們光信… 謝謝光信… 有甚麼搞錯呀 這個牌子掛了一整天的 大婚哥,你終於下樓了 是不是去吃飯了 甚麼呀 整天都喵喵聲 為甚麼呢 哇… 用不用呀 一天而已 搞到七個這麼亂 這個老人家是誰來的呢 不知道… 為甚麼… 放下我的爸爸 不好意思 你進來幹甚麼 我…我又來搞衛生 我不是已經在門口掛了 請勿打擾的牌子嗎 對不起… 我呢,見你去了吃飯 所以我打算不搞好衛生就走 那就快點搞 你搞完我還要睡覺 行…好快… 對不起… 搞定…你休息吧,我走了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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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現在我沒有智慧了 不是嗎? 是呀,老闆娘 你看不到他把那塊 請物打擾那塊牌掛在門口嗎? 話說回來,這傢伙這次來 覺得他跟上次完全不同一個人 不知道他又搞哪一科呢? 爸爸,大愷叔叔又來了? 是呀 他很有趣,很好玩,我很喜歡去 小朋友,大人在說話,不可以插嘴 我都喜歡大關叔叔的 那我們去找他,看看他又出什麼 好呀,你不要夾著人家 可以呀 小朋友,小朋友 行了,趙坤叔叔很不舒服 可不可以讓趙坤叔叔睡個覺 不行 搞錯,這麼早到睡覺 你還沒承認我,還不讓我做小明星? 我看你的樣子像栽星多一點 好,只要你們不要再吵 好好的話,我可以滿足你們的要求 幫你們考慮一下好不好 叔叔,我很想吵那個牛叔 鳥叔是誰呀?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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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了,就是那個死胖子嘛 你放心吧 以你的這個條件 將來一定會比他更紅的 好不好 那你呢,最討厭就是你 你要怎樣才肯回去呀 我甚麼都不想做 那你要怎樣 我自己想在平常那裡看電影拍戲 好,那你們先出去,回去回去 我會考慮你們的邀請 我會考慮你們的邀請 快呀 不要撞我肚子呀 趙坤叔叔病了 有甚麼病的 我跟你們說了也不懂吧 走走走 我們就走了 我們就走了 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 走走 當時跟他們多待一會兒 死得心都咬啊 婷婷啊 今天我的肚子要等了一點 我已經想好了 在我們的相識紀念日 拍拖紀念日 拖手紀念日 清醉紀念日 買一個紀念日 我都會寄一封信給你 裡面有我的一張愛心卡 用來延續我對你的愛 在我剩下的時間裡 只有這一件事 這一個願望 是可以做到的 喂 喂 喂 我給我 等一下 你們玩死玩 別撞車啦 我不會覺得 我想要喝 我再說 小小小小小的 我來想喝 你自己拿來 我來想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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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口氣 我來想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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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 保罗, 这么快啊? 我就要下去那个桂园叔叔的店买的 啊, 真聪明, 不错 啊, 智智也回来了 是的, 要打一份钱 哦, 为什么可以找这么多钱啊? 没有啊, 我去了三间店看 然后在对面马路找了一间新开的士多店 那间店很便宜啊 哦, 总得找最便宜的那一家 啊, 非常好啊 还差一个天佑, 对不对? 可能还没回来 好像还没回来 还没有回来 这个我还没回来啊 来, 走, 这个是找的钱 哦, 天佑啊, 做得非常好 可是为什么你的时间会比他们长呢? 没有, 我怕买流东西 所以就去大商场买咯 你这么笨啊, 大商场的东西贵就不得了啊 贵了点, 起码是什么东西来的 好好好, 你们完成的都非常的好 哎呀, 赵宽叔叔突然又有点不舒服 想睡一觉, 你们可以出去玩吗? 哦,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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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得非常好啊 跟他的口罩这里玩一玩 好好好, 把门关上, 谢谢啊 这个保罗嘛, 是有点小聪明 懂得究竟解决 可是一帮小聪明都靠不住了 这个猪子啊, 倒是懂得去找最便宜的东西买哈 这是假货啊, 光是知道便宜也蛮有用啊 买到假货这么白做了嘛 嗯, 这啤酒是正牌货 这个小胖子, 他为了买到正牌货 情愿走远一点, 时间长一点 也要去大商场 嗯, 看来这个小胖子 是最靠谱, 也是最好忽悠的一个 哎呀, 欢迎来, 放学啦 是啊, 叔叔, 你是不是又要我帮你买东西啊? 买东西是忽悠你们小孩子 啊? 不是, 就, 你跟我来 叔叔有些事情要更明讲 来, 坐 坐 坐 肥仔啊, 你是不是很喜欢唱歌啊? 是啊 想不想上电视 好想啊 想就行了 叔叔也觉得你很有灵性, 很有潜质 所以叔叔帮你报名去参加一些全国性的比赛 真的啊? 对啊, 叔叔已经帮你报名了 所以从现在开始, 你就要好好练习唱歌 我知道的了 嗯, 那就好 但是, 叔叔呢, 也想你帮叔叔做一件事情啊 做什么事啊? 嗯, 其实很简单啊 叔叔这里有一些信 你只要帮叔叔把这些信寄出去就可以了 寄信? 对 寄去哪里啊? 好, 地址叔叔已经写好了 邮票也写好了 这里面啊, 还有一张日期表 你只要按照日期表的时间 定时把这些信寄出去 那就可以了 你放心吧, 我可以帮你搞定的 但是, 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去参加比赛啊? 啊, 比赛那你就慢慢等嘛 啊? 啊, 没有 他们需要时间去准备嘛 一有消息, 马上就会通知你的 这些信, 你先拿好 还有一件事要注意啊 这些信啊, 是商业机密 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你放心吧,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那就好 所以说嘛, 这个小朋友就是缺心眼啊 不是, 我是说你这个小朋友很诚实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不, 刚才在外面中了大冠叔叔 跟他聊了几关 你这个小屁孩儿 你跟大人有啥河谈的啊? 是啊 难道他教你做功夫啊? 不是, 他要我帮他 帮他什么? 他说太无聊了, 要我陪他 大冠叔叔也是, 无聊了 那些小朋友陪他也是 只好你还没说 他这次进来住 我总是觉得有点古怪怪的 是呀 簡直是转了个人 一天到晚好像死老鼠 躲在房子上好像坐牢似的 不是啦 一天吃不饭, 我们上去看看吧 是啊 我跟你们说过教室多次了 我卖又是 哎呀, 坤少啊 你有什么, 即管告诉我们 千万别屈住 屈住屈住屈住好有病的 哎呀, 你是这样的 那我说个字话来听 让你心情好些 什么? 哎呀, 我看见你这个样子 我心情更加不好 你们可不可以出去? 你们为什么会要审问我呢? 你们出不出去 你们出不出去 你们出不出去的话, 我就脱衣服 你没见过人脱衣服吗? 你听我说了? 那我就洗澡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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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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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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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你干啥呢? 我那个臭小子说 忘了拿地铁卡 那我帮他炒炒吧 这孩子就这么丢三拉四的 我出去买点东西 一会儿回来 昨晚的罗婷婷, 小姐, 玉展? 这个臭小子和人追求女儿 我问你怎么解释 什么? 天佑呢? 天佑呢? 刚刚和一同学出去了 懒得那女同学? 那倒不知道 她接完电话出去了 你真臭小子 什么? 人不需要小小和人拍拖 你这么武断得 或者是那男同学呢? 是呀, 是呀 这也不用或者了 你看看信都写了给别人 看见都眼冤了 真是 羅亭亭玉展? 是呀 还有一个洪心的 是呀 一天都是那些电影电视最坏的 Machina做完了 哪真的乱乱乱唔 又乱文� 你谁 真是晦塢 他不是所以还没发玉拙 他不是看见女儿 真是 胡说 不要一直激动 直接教理才能教理 老爸还聚了 已经 savoir 但是他今天回来 就毫头能解答 太非談了 太白了 我覺得你就讓她回來問清楚 然後就講道理 慢慢引導她 是啊 慢慢聊 慢慢聊 你幹啥 鬼得我 我在這裡看一個兒子的日記 看日記 這是兒子隱私來的 我們要掌握情況 所以對不起也要做事 那你堂堂正正問她不就是了 你這句話話 當下當面問她 她肯認也行 那我絕對還是不要看得好 我這樣也是為她好 難道這樣也有錯嗎 行…你願意看看 這臭小子的手機也在 她還在這裡 對了, 看完短訊 你不是吧 電視的手機短信都不放過 看過才說 這是證據問題 還有 萬一在短訊裡也發現不到問題 一定要去學校了解 怎樣也要搞個水落石出 你懷疑兒子談戀愛 是呀, 老師 你有沒有發現天佑最近 有沒有跟哪個女孩走得特別近呢 我真的不多覺 不過課餘時間我就不敢保證 是呀, 我生氣了 你們這群有沒有一個叫羅婷婷的女生 沒有 不過天佑爸爸既然你向我反映 那我幫你留意一下 謝謝 會不會是另一個班的呢 同學… 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看到康天佑 康天佑? 他好像已經回家了 謝謝… 好, 再見 再見 又看不到她 也不是了 如果看多兩天看不到東西 一如月當口當面問清楚她 看她怎麼解釋 悠悠, 你最近都交了些什麼朋友 交什麼朋友? 老老實實 我跟你媽媽就什麼都知道了 糟了, 我和大關叔叔的事 我不會讓他們知道了 為什麼不說話? 沒有, 我也沒有交什麼朋友 去大坤叔叔那裡玩了兩次 就是這麼簡單? 又又, 你再好好想想 你有多少要說多少 我都沒有說謊 我也不知道你們想問什麼 康天佑, 是不是不見棺材不流眼淚? 阿桑 阿桑 教我兒子嘛 為何行雷這麼大聲 你問他… 有話好好說嘛 又有什麼事? 是呀 爸爸問我最近交了什麼朋友 什麼?這是什麼? 我問你 這個羅婷婷是誰? 他… 他…他就是你現在的女朋友 是嗎? 不是呀 這個是大坤叔叔 我定期替他寄的 大坤? 是呀, 我沒有騙你們 這到底什麼事? 你知道怎麼會讓一個孩子 問他定期進出這種情線? 好了…不行 我去問問他 不行, 爸爸 他不想讓人家知道 是呀 你…你真的搞什麼東東 是呀… 看來是有QK 拆了一封信 看看他有什麼秘密寫在裡面 不行…拆人信是犯法的 爸爸, 一定要拆的 最多這樣拆錯了 坐牢我去坐 這是一張卡 讓我看看寫什麼 婷婷, 當你打開這個愛心卡的時候 我可能已在另一個世界過春節 不是這麼恐怖吧 糟了, 這個人會不會打算自殺 不知道是不是 哎呀 可能是一個人 為什麼要想自殺呢? 怪不得知 這一輪她的精神狀態這麼差 我也覺得有景色 安娟她這麼絕望 肯定是有原因的 你說她會不會有抑鬱症 現在社會壓力這麼大 我看大家也不要猜猜一下 現在人命關天 我們要多多安撫一下她 你們千萬不要在她面前 說我穿她的布 天佑 你怕什麼 我答應過她要幫她保守秘密 不要說那麼多廢話 不如大家看看她 去看看她 去看看 大坤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你為何這麼悲觀 我這不是悲觀 我是抗破紅塵 算了 還說不是悲觀 你看看你現在的貓樣 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 幸好我們收到療療 要不然現在更瘋狂狂 大坤 其實生命是誠可貴的 你千萬千萬不要鑽牛角尖 是呀 我看你們這個詭異的表情 是不是誤會我要自殺 是呀 我沒有想要自殺 是呀 我們只是擔心你 沒有當然是最好 那倒是呀 你這樣 你說你住客 又有兒子的同事 當然要幫你 是呀 有誰擔心過我幫過我 我爸爸一早就死翹翹了 他沒有幫我 我女朋友這個時候 要跟我握手 他也沒有幫我 所以你們也不要理我 就讓我自己等死好了 大坤 你究竟因甚麼事要等死 你說小小來聽得不得 真的想知道 很血腥的 是這樣的 其實我們家 有那個癌症的遺傳病史 我爺爺是癌症的 我爸爸也是癌症的 所以我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廟 大坤你怎麼這麼說 你別胡思亂想 是呀 我是有科學根據的 我現在的肚子天天都在疼 你不是有試過天天肚子疼嗎 我聽你說這麼久 你是自己幫自己看病 你是自己覺得自己有病 你沒有去看醫生 你不能這樣亂猜 是呀… 是呀… 你千萬不要吃 你完全自己有事… 是呀 沒有病也變成有病 Annie不出生 我還沒有想請你來 是呀 你剛才說收到料 是呀, 曬得了你 我… 沒事… 我們常常見到你 都是愁眉苦 臉頭悄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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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看阿昆 我目前不知道多深暗 你們說他會不就是有癌癌了 難怪不做美病 看著柔的腺病 沒錯, 你看他這個混蛋 每天都在想, 每天都在想 沒有癌癌都想到有癌癌了 不是啦 你說我們要不要報警 大伯 人家又沒有 我要自殺了 到處說 你報甚麼警 突然想起來 他說他除了自身的原因以外 會不會還有工作方面的原因 是呀 這樣就容易了 去找牛哥問問就知道了 牛哥不認真嗎 還嚴重的也有 是呀,我希望你們倆趕快救救他 他現在休假我就不敢說 他休假之前 我們看他的表情沒甚麼異常 你們說會不會是因為工作問題 他在漏情緒嗎 應該不會,平時我沒回答過他 我想起了 過兩個月 我們公司不是和人家合拍一部電視劇 他在裡面有個角色 做角色不就做角色有甚麼困擾 也不妨礙他 錯了,又有困擾的 他又變了一個貧困老的白粉仔 最後就吸了過量的毒品 死在賓館 他應該是提前進入緊角色 甚麼 提前進入角色 對…這叫甚麼來著 這叫…體驗生活 沒想到你小子平時神經兮兮兮的 你真幹活還是滿身真的吧 如果是這樣就沒問題了 你真是被他嚇死了 原來是這樣,真是爸爸被他嚇死了 你真是駕駛除了警報 有一點人不太明白 他為何有自己的顏目旅館體驗生活 對,既然他選擇這裡體驗生活 為何不選擇這裡拍幾場戲呢 新樓下走也不錯 對呀,畢竟我們這裡的場景挺漂亮 當然好,又可以搞創修 又可以提供我們女國的知名度 待會兒欣欲找他談談 甚麼?在你們旅館拍戲? 是呀,我知道你準備要演一個小白粉 而且最後你是因為吃白粉過量 死掉了在酒店裡 這個劇本你是怎麼知道的? 我…你別管我怎麼知道 總不知我知道就是了 不…坤少,你可不可以跟劇組說聲 關照一下我們? 是呀 我要死?我怎麼光照你? 不,就是這樣 你…你的劇情是吸毒過量致死 是嗎?對… 那你就覺得你對不起父母了 所以不可以在家裡死 一定要在外面死,是這樣的嘛 你好厲害 你還要幫劇本合理畫呢? 當然是合理,你死了在這裡 連場景也有了,真是多合理 我…我怎麼跟你們解釋好 其實這個… 放了… 換個麻煩… 我都要死了,還開甚麼話就拿走了 那你死之前,你也要吃飯 是呀,吃飯 那好,我不說我死 我現在肚子疼,不能吃飯 你們猛意了吧 你又是肚痛嗎? 整天說肚痛,不知道是不是生蟲 不是… 坤少,你是吃白粉過量死的 你不是肚餓餓死的嘛 你先吃飯吧 你先吃飯 還要規定死因 各位…我明白你們的意思了 你們放心吧 第一,我一定會死 第二,我一定會在這裡死 你們滿意了吧 好… 不要…我吃飯 那我在死之前不吃飯 睡個覺,可以嗎? 這總可以選擇了吧 好… 謝謝你,三老衰贏,謝謝… 謝謝各位,安靜一點 謝謝… 可以被我,一定死,放心 一定在這裡死,死 大哥 你回來騙了 話說回來,你這個大胎搞甚麼 真是被他玩死了 我還想問你們 我出差走幾天,在這裡搞這種事 不是唐小姐告訴我,我真的不知道 真可憐,不知道她搞哪兒 老衰,到現在裡面呲呲呲呲呲呲 要生要死,像一件廢物似的 我先先聲明 就算他沒有吃 我弄到一輪,我都要收田哥 是啊… 老老實實,你們有沒有刺激他? 沒有… 現在他刺激我們 話說回來,現在我們好像 當成小弟弟吞哀了 不對,我想先去看看 你去吧 對,你們兩個跟我來 不剛剛才來 去吧,如果他快一點上來 多个人帮忙也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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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 大哥, 礼事 我要来干什么 坤少, 你搞哪个课 放过过来月大假 你搞成这样, 你觉得好玩吗 这不是好玩 我没有留恋 我没有难过 我很快就可以跟自己的爸爸 还有我的爷爷见面 初 但是我不想死得那么痛苦 我就想死得舒服一点 难道不可以吗 他整天就这么个臭 真是没了他收 拜托你们公司 不要拍完这些电影 要人死 他入气太深, 出不回来 行了… 坤少, 是这样 角色和现实生活是不同的 你不要因为体验角色 弄得走火入魔, 好吗 是 你们怎么说才明白 我不是在体验角色 这真的是我的真实情况 我天天在鼠手指, 我什么时候死 你看看我现场都已经不治好了 坤少姐, 这样子 有时做人不要这么绝望 你不要觉得自己真的没有药医 那才行 有时人不是病死的 是自己吓自己吓死的 是呀… 那我也理智一点跟你讲这个情况 我真的不是自己吓自己 确实有很多人 得了这个病以后就没得医 既然你好好说自己有病 你为什么不去看病 是呀… 抗病 是呀… 去医院 是呀… 我是想自己还不够完整 去到医院被人拿去做检查 又要做这个什么什么共证 又要做那个什么什么T 然后又要切开、摊开 我不要被人参观了 你不想去医院就怕麻烦了是吧 那吃饭就麻烦了 那你又吃了是吧 行了…不用多说 明天要求找人陪你去医院看病 来吧 安静 医生说他有没有事 医生说他没有事 但他确定说自己有事 还要是晚期癌症 那…医生怎么办 医生有什么所谓 你想要检查就多给你几件事 什么核池共振、彩超 就去医院吧 下个星期才能出现结果 你说结果还没出 他总是说自己有事 还说最好选择安乐死 你说是否有问题 看他现在的状态 我怕他分分钟 不知道会做什么傻事出来 所以你们两个 一定要多轮流看着他 知道吗 两个 难道要我们24小时黏着他 我好害怕 我怕他有暴力倾向 是呀 打人那又怎么办 你进房里把那些硬物和利器 全部收起他 防得多少就多少 大伯父 那电视机、洗手盆、镜子 那些算不算硬物 如果他随便打破一样 拿来自杀 那不就糟了 何纸啊那些床单、被单 撕开一条条可以吊脚的 那不就是房不胜房 难道真的要全家的总动员 二十五个人 一定要坚强一点 勇敢便面对挑战 我年轻时 最重要是有很多女孩追 追我 還有西關這一帶 說來說去 我都… 整晚都不見老爺 去都陪他們冤鬼 說來說去一整晚了 怎麼這麼多事要聊 難道這些真是拿米字幕室 一脈行一脈 那倒是吧 我下午就好心了 以為過去陪他們聊聊天 誰知道不到兩句 就被他們砰了我出來 真是嫌我 說不定幾句多 爹 都挺暈了 等下又讓我爸爸叫我過來 對呀 應該要換班了 對呀 好 那我去吧 順便看看他現在怎麼樣 這樣嗎 那我和你一起去 順便查房 好 怎麼這麼搞笑 這傢伙 老大… 老大,起來… 起來… 阿光… 天光 老爺,你睡在床上做甚麼 回樓睡吧 你怎麼在這裡睡著呢 昨晚聊天聊天聊天就睡著了 來…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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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得他對我們這麼反感 你現在乾脆鎖了 也不讓我們進去 我看現在最擔心 就是花款出問題 對呀 我之前好像聽他說過 甚麼安樂死就好過 被癌症折磨死 沒那麼辛苦 其實呢 他根本就沒事 因為那天我陪他去醫院 那醫生也說他沒事的 不是呀 他經常都覺得自己有事 那醫生懷疑他 就患了一個神經觀能症的心理病症 那他那個檢查結果甚麼時候出了 一個星期後 爸爸 大坤叔叔的照片還幫不幫他寄 記得明天阿楓要寄的 那你既然答應了別人 就照樣寄 那我去寄 這麼貴死長情 你自己都快要哭了 還想著前度女友 我突然想到 我們可以拿著她的弱點 利用這班小朋友 就拖著她 拖著她的檢查結果 出來為止 喂 你說利用小朋友 那怎樣利用 他既然對前女友 念念不忘 這樣的話 我們就吃著想 特地在小朋友面前 就演一場大農訪 讓他覺得 這班小朋友是靠不住 那是靠不住 那是… 那是怎樣 你這樣也不明白 即是他覺得自己 還有很重要的事情 還沒做完 那就不會去死了 那是靠不住 我覺得你這招很有意思 安排就是這樣 但天佑就去找她 老天佑, 你沒有跑 瓜叔叔, 我爹要跑 你發… 發生甚麼事 你以為有人在這裡不敢打你 你這個臭小子真是膠帶不下的 充完手機的電 又不拔插鬚 電腦玩完 又不關機 又不斷電 那你算怎麼樣? 廣哥 這些只是小事情嘛 他又不會掉一斤肉 你千萬別說小事 你這個隨時搞出大件事 你剛才叫他撻著煤氣爐 煲湯 叫他看著 掛著玩手機 湯煲乾了 不止幾乎搞到火燭 這樣好危險 你快向你爸爸道歉 不用… 真的不用道歉 總之我對你很失望 你喜歡怎麼樣就怎麼樣 就這樣吧 不是 阿光哥 他平時也是… 過來 你的記性怎麼可以這麼差呢 如果你記性真的這麼差的話 那我交代你的事情 也會不會搞不定 甚麼事 我…我… 好…算… 不記得就不記得這樣 你趕緊把我給你的信給我拿回來 我不用你去記了 誰… 信啊 信啊 記信啊 信啊 我…我記得了 快拿回來 等等… 你去把你那個小妹妹給叫過 哎呦 完美… 哎呦 完美… 對… 哎呀 這個小胖子的記性怎麼這麼差 大坤叔叔 找我呀 哎呀 姿姿 來 你來得真好 你看 大坤叔叔啊 找你一點點小事情 甚麼事啊 你看啊 大坤叔叔呢 有一些信 然後呢 希望你按照時間表 把這些信定期的記出去 哎呀 沒問題 這麼簡單 但是呢 我要先問過我爸爸媽媽 為甚麼要問她們 因為我爸爸媽媽從小就教我 甚麼事都不可以瞞著爸爸媽媽 這樣才是個好孩子 呃 你…你在教習慣是好習慣 但是呢 我這些信啊 是一些商業寄秘 不可以告訴別人的 啊 商業機嗎 對啊 你還不相信嘛 又不是偷又不是搶 而且又見不得工 哎呀 小朋友 你不懂啦 大人肯定有一些事情 是不可以告訴你的嘛 就…就比如說 你是怎麼來到這個世界上的 你媽媽要告訴你嗎 嗯 石頭裡面跳出來的 你看 她在說謊嘛 她就是不敢告訴… 哎 來 來… 哦 黃小姐 你好啊 你好 找獅子啊 嗯 我都猜到你在這兒的了 嗯 來 來 走啦 走啦 不要妨礙你了 媽媽 我不早睡覺了 我還想和大坤叔叔玩一會兒 啊 是呀 叔叔 你說甚麼機密大事是甚麼 機密? 哦 動畫片 《機器小貓咪,機密》 啊 聽錯了 沒關係 趕快跟媽媽回去吃飯了 哦 是呀 是呀 不妨礙你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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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你前幾天交代我做的事 不妨礙你自己就去吧 你怎可以這樣啊 黃小姐 你小時候不說口齒了嗎 媽媽平時怎麼教你的 你也不說口齒了 你說過的嘛 帶我去野生動物園看動物的 到現在都不兌現只得個說 黃小姐 這些是私人事務 我們嘗試解決 好嗎 現在我們不要妨礙坤叔叔了 嗯 嗯 吃飯 出去吧 黃小姐 稍等 好 這個姿子她平時也是這樣 說不幹就不幹的嗎 我告訴你啊 大小姐 她說不幹就不幹就好了 她有時候呢 特意搞砸 她心情不好的時候 啊 好 好 先走了啊 她很有個性啊 好 個性 很特別啊 好 好 好 啊 這 狗嶺說方救方就算了 還要搞破壞 還好沒有把這件事交給你 哎呀 這個胖子要滿有記性 知識他又看不住 難道只能把記性這件事 交給那個中外合資 教練 人 來 中外合資 過來一下 叔叔問你兩個問題 一定要老實回答 床前明月光下 你繼續什麼 一次地上床 很聰明啊 那我再問你 你有沒有試過答應別人的事情 沒有做到 沒有 真是一個好孩子啊 那你告訴叔叔 你想不想去電視台的片場 看演員演戲啊 什麼可以帶我去 想就好了 很簡單 你要幫我做一件事啊 這件事就是 就是這麼簡單 好 記住了嗎 好 下個禮拜就幫我做這件事 拉高好 來 再蓋個帳 哎呀 真是個好孩子 終於讓我找到你了 好孩子啊 你兩個這麼好聊啊 沒有 我們再研究一下打遊戲的心得啊 好孩子啊 對了 兒子啊 你準備好了嗎 媽媽要帶你回美國啊 哎呀 媽媽帶你回美國好高興啊 啊 啊 我不回 我要跟姐姐哥哥買 到你不回的嗎 媽媽帶你回美國有很多事情要辦 起碼半年啊 哎呀 啊 祖哥啊 什麼時候帶她回美國啊 呃 做外公佛就找我了 啊 做外公佛 哎 你老婆幹嘛無端端帶她回美國啊 喂 喂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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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要不是你啊 這麼沒有記性 要不是你啊 做事這麼不靠譜 你 哎呀 想找一個合適的小孩來做一件事都做不到 親愛的爸爸 求求你再多給我兩天時間 兩天就好 我還有最後一個小小心眼 完成了以後我就 哎呀 怎麼這麼虔誠啊 三跪狗扣 哎呀 你們這群人真是好煩啊 我死之前在這裡 選個小小心眼也不可以嘛 什麼 你還打算要死嗎 不是 我現在要死了 你很高興 對不對 不是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現在嚴怒我不肯收你 是啊 什麼意思啊 真是你醜壞的人 你好好你看看 你是看見報告 怎麼 據我說你那個偉大的任務 不需要人幫的了 你自己完成就行了 是啊 為什麼要我自己完成 為什麼 你什麼事都沒有 健康得癢 不可能 我剛才這裡一直有在疼 哎呀 你那些醫生就說 是神經官能症 跟癌症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啊 神經官能症 神經官能症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